今天的香港傳真帶您看到 軍隊香港實款署 從今年4月中旬以來 不斷干擾法輪功真相點活動 將其沒收橫幅及轉版 法輪功學員提出司法復合 控告實款署及律證署 非法侵擾真相點 案件在高等法院進行聆訊 法官決定將司法復合申請聆訊 以及屍體聆訊 研至明年4月初一起進行 案件取得初段告捷 一批法輪功學員早上從車打花園 遊行到金鐘高等法院 聲援控告實款署 兩位香港法輪功學員 徐光敏與洪瑞峰 先後於2013年4月23日 及7月18日 入並香港高等法院 申請司法復合 控告實款署及律證署 對法輪功真相點非法侵擾 你們一定信心 是為了制止中共和江澤民集團走狗 梁振英當局的迫害 維護港人和法輪功學員的應有權利 伸張正義良知 我們希望法庭能夠彰顯公義 我們一直都認為 食環署的做法 是違反了基本法 第27和第39條的規定 亦都是違反了人權法案 第15、16和17條的規定 因此我們認為食環署 移走我們橫幅的行為 是非法的 經過一個半小時的聆訊 法官潘兆出決定 將申請司法復合許可的聆訊 及實體聆訊一併處理 安排在明年4月3日和4日開庭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